我自己其實每一天都會戴口罩和戴帽出街 我想最多如果警察查我的時候 問我為什麼戴口罩和帽子 我都會給身份證據查 我想要視乎自己的情況 我覺得如果你譬如現在這麼多病的話 又或者伊波拉病毒 還有有禽流感 我覺得小孩子真的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病的話 其實我主要都是說我關心議題的事情 例如女性議題的事情 和小孩子的事情 如果這些都是和政治有關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生活在一個政治社會 有多過三個人的地方就會有政治 是反正的交流